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先把什么 把那个冒号前面的这些资料全部把它删掉 那当然不是叫你土把链钢 如果你现在土把链钢,那等于做一半 诶,这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们前面 VBA里面有那个Split的方法 不过我或者说资料剖析 但资料剖析,它针对公式就没办法 除非说你要把这些资料真的变成你看到的资料 可能贴上纸啦 不过它又是麻烦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用哪个函数最简单 你用fine也可以fine到冒号的位置 把冒号的位置后一个字 后面全部取得它,也OK 但是问题,我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刚好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入职时间这四个字 刚好就是说它的字数再加上冒号 的后面这个字就是我要的位置 所以其实我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上面的栏位名称的长度 等于它的字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加上两个 等于是加2之后呢 就是我要的资料的开头 那我就把后面所有的资料通通取得 用mid的函数呢,就可以留下我要的资料了 那要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样先把刚刚的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2的话呢 那我再插入函数 OK 那插入函数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用那个文字类里面的mid 那个mid的话 其实就 大家一样 我们前面有用过蛮多次 这个mid mid的话需要给它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就是 哪一个文字 就是刚刚减下的公式 所以贴上就可以了 它就会出现入值时间冒号 那我要从冒号后面取全部 所以呢 我必须要跟他讲哪一个字开始 我算一下1234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在star number这边加一个len len前面讲过 就是算哪一个储存格的总字数有几个 所以我指向d1 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1234 它回传是4个 那我要从第4第5第6 所以记得加2 我要在他后两个字帮我开始取 那取几个字 number choice 那因为如果你还要再去计算说 它长度减完减来减去 其实太麻烦 因为呢 它这边刚好有个特性 刚好呢 它后面的资料我全要的话 因为它后面 它刚好就是 从第6个字开始后面全要的话 那其实有个取巧的办法 就是你可以输入一个大于它的字数的一个数字 为什么输入99 为什么输入99 明明你想说老师明明没有那么多字 为什么你输入这么多 其实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超过它的长度数字的话 它只会取到它剩下来的 OK 所以其实这也是个取巧 当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精算一下 算完之后把公式带 可以啦 但是问题很麻烦 有时候下一个公式 你会发现我们写完公式已经这么长了 如果你还在计算那个再把公式带进去 哇我看你这个公式会非常非常容易 而且最后连自己都看得很辛苦 根本可能自己都看不懂 那就麻烦了 所以好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待会我们按确定之前 可能要想几个问题 就是说呢 当我按确定之后一定会向右 而且会向下 那有一些地方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说 当我向右的时候 那个我刚刚的LEN里面某一个 所以你要看储存格 储存格里面向右的话呢 它的栏会增加 D会变成E E会变成F 变成G 那没有问题 因为我向右拉的时候 我希望它帮我抓到E的第一列 然后F的第一列 然后呢 可是向下不行 向下如果说 假设我向下填满的话 那这个数字1 它就变2 2就变3 所以要记得 如果你向右再向下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 请你 如果你不希望E变动的话 一定要锁定第一列的话 那一样嘛 前面讲过 请你在E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OK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如果你少这个动作 那后面的公式 也就错误了 这个地方很需要注意 所以你按确定之前 你要想多你下一步 要会向右填满 它一定会影响到什么 蓝的部分 向下填满会影响到列 所以记得在E的前面加上一个前的符号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 插入环数之后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用L1算 它这个栏位名称加2 然后后面加99 其实还蛮简单 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向右 再向下 OK 那这样的话就全部OK 然后你就把D跟G快点两下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那一样 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再练习的话 像刚刚这个 有没有 这个In the Red 它到底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等于是复习的话 一样把这个剪下 然后呢 把它插入这个 刚刚最近使用过的这个MID 然后把公式直接贴 所以刚刚也是一样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呢 从这个 所以L1N 刮乎 然后这个加2就可以了 那记得在1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然后后面就是几个字 全部都要 99 按确定 然后就向右 向下 这样的话就全部OK 所以你会发现 Index 跟Indirect 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做完的话 可能再思考一下 再复制一个 VBA 也就是说 如果我刚刚的动作 假如我不要用那个什么 不要用Index 也不要Indirect 我想要用VBA 那我这个VBA的话 我希望什么 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自动帮我取资料 放到这个位置 分别这样放置 然后一个按钮就清除 程式该如何写 这个我想请各位 再试试看 来把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OK 那特别注意 如果之后 假如说 因为我有时候会忘记 会共用画面 所以如果假设我忘了 切画面 请你们就是把麦克风 打开来跟我讲一下 不然我有时候 有时候讲到 突然发现 这个画面没有切换 那就很麻烦了 你们可能都没有看到画面 OK 尽量有时间就多练习 因为我们上课 给各位练习的时间 可能没办法 那么有充裕的时间 所以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上课就先专心听讲 然后呢 如果可以 公司如果假设你实在打不出来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 也都有做好的答案 那你可以先拿来复制贴一下 没关系 但是呢 你做完之后 请特别注意 回去的话 就是下课之后的话 还是要重新再自己练过一遍 不然的话 可能还是没那么熟悉 就麻烦了 那我在云端上 有放了 除了用Index之外 底下有Indirect 我记得好像也有用那个 就是 像Offset 比较下面的地方 只是Offset 看起来好像相对就是 比较少用到 所以 这个部分请各位 就是自己在 稍微在练习 那当然原理原则都一样 那为什么会特别 讲到Indirect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要做 刚刚有提到那个两层式的 清单的话 那你一定要会用Indirect 不然的话 你是没办法做出两层式清单 OK 那Indirect 我刚刚有解释 Indirect 其实你只要给他一个储存格 他就把一个储存格带过来 但是如果你给他是一个范围 他就把一整个范围的质量带过来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放在清单里面 所以 两层式清单最最最最重要 就是利用Indirect 这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不会用Indirect 很抱歉 你两层式清单 就无解了 想一想好像也没有 可以取代的方法 好像目前想到就是只能用Indirect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好了 那至于说 如果改用表单的话 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看 其实主要表单里面的话 一样 但是就是要用VBA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的话呢 如果这个完成 如果假设你动作比较快的东西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用VBA来写写看 那其实VBA写出来的程式 有时候反而 比那个 怎么讲 用这个Excel的公式来做 其实也没有 相对没有比较复杂 OK 所以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